大家好,歡迎繼續回來 VIVA 經理無數 上一集我們踢了對著曼城的那場比賽 傾州華賞煙武之氣法 狀態不錯,最後6比1大炒曼城 暫時英超我們排名第二名 另外上一集也有看到朋友留言說 歐羅巴聯賽排名第二好像出不了線 其實又不是出不了線 我已經檢查了新規則 應該是這個賽果在現實實行的新規則 歐羅巴聯賽的小組第二 要跟歐冠的小組第三 踢兩回合的淘汰賽 贏了的話就晉級16強 按照我們目前的形勢的話 就肯定要踢的 因為現在小組第一基本上就沒什麼可能 但是這個小組第二應該是比較穩妥的 也看回接下來的賽程 其實10月11月賽程都不是太艱難 各位觀眾12月 阿仙奴曼聯利物浦車路士 跟著1月的話 都還有阿仙奴的 所以待會我應該會模擬到12月份 也可以看到歐羅巴聯賽 最後一場小組比賽是12月7日 到時候應該看到小組的情況是怎樣 接著你的話 我就模擬到11月23日 這場歐羅巴聯賽小組第五輪的比賽 我要踢了 剛才模擬那幾場球發生了什麼事呢 首先聯賽贏了這個萬城之後 接著來的杯賽也好聯賽也好 基本上都贏了 但是11月2日 歐羅巴聯賽我們的主場是1比3 輸了給莫迪的 我真的想不明白這場球 居然都可以輸了 你說之前打和已經非常之不可思議了 那就搞到現在 我們真的有可能出不了線了 那這場球就真的要踢了 下場面對著已經是鎖定小組投名的波圖了 我懷疑 因為無以歐羅巴聯賽的時候 電腦是拍了締補陣容的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目前我們的英超真的踢得很順利 這場球的話 我都想上一些締補 說真的 因為幾天過後又有聯賽了 其實我還是比較看重聯賽的戰績 而且 波圖都已經出了線了 做一些調整 那King Jara的話就休息一下 大家基本上都沒有看到費拉娜出場的 那就上費拉娜 接著是Brooks 踢這個手法 接著是蓮加達 蓮加達踢前腰這個位置 接著的話 Norman Norman也要出場了 然後的話 東尼拉圖也好出場 然後的話 滿章哥斯達也好出場 其他球員就不變了 艾斯比利古達的速度慢了一點 入場的話不是那麼穩陣 剃球出來OK的 就這樣就這個陣容了 這場球真的很關鍵 那來到現場了 其實這場球適合開球的頭 15分鐘是有點不適應的 跟我們以往踢過的英超的比賽 感覺節奏是慢了一點 這邊大概是第17分鐘 我們的進攻 東尼拉圖給了蓮加達 嘩!前面真的沒有人錄他 蓮加達 直接一腳軟射 No King Jara No Problem 還有Jesse Linger 又做了一個標誌的慶祝動作 球員兼教練的Jesse Linger 看看這個球 沒有人錄他 波圖這班年輕人 這次真的某個有的你了 一隻二隻化骨龍 是不是看得多King Jawa踢球 最近看得少年加達 你以為他老了不行嗎 你也傻的 接著就進入上半場尾聲階段 Norman的直施 找到了費拉娜 上半場他都沒什麼機會 這個球一級 哎呦我不是想往後級 是想打斜級 好出來之後 還是我們控球 Broxy 看到費拉娜 跑位了 給了費拉娜 右腳的射門太棒了 老實說 你剃補肯肯定是有原因的 那些走位 跟King Jawa對比差得比較遠 不要緊的 這邊又拿回球了 東尼拉圖給了Norman 給了蓮加達 佩麗堅尼 佩麗堅尼一路向前達 然後說選擇一具遠射 這個球 波圖的門匠有些問題 看慢鏡就知道了 話說話今天 其實哥斯達是面對舊主的 這個球最後是沒得給球 硬射的 嘩這樣輸近過 老實說 又沒有視線干擾 這個波圖這個門匠 簡直是業餘 這樣也看不到的嗎 2比0領先 這樣就輕鬆很多了 接下來下半場的比賽就開始了 那我們就繼續進攻了 Bluksy 給了費拉娜 其實我也想他入球的 但感覺射門跟King Jawa差距比較大 Bluksy也試了一腳 過不了這個門匠 下半場這個門匠好像 好像回復正常了 不知是否半場入更衣室的時候 重啟了自己的腦 接下來我頂不住了 還是要上King Jawa 費拉娜 還是差了一點 你還是在蒂普直 繼續觀賞King Jawa的表現 國球給了安索瓦迪 給了King Jawa 一停一射 各位觀眾 上來就兩腳 一停一射就入球了 所以球員之間 確實是存在差距 費拉娜 平時我叫了你 在蒂普直 你要看清楚King Jawa 怎樣踢球 不好意思 King Jawa 這場球還要上來 唉我頂不住了 幾分鐘後 又有進高的鏡頭 Rodrigo給了King Jawa 來到這個位置 選擇射門 我專門的 我想測試一下 King Jawa極限的角度 究竟可以多窄 這個球高了一點 你不要說低一點 中籠的話 隨時有的 為甚麼女士很生氣 正常 高要求才有高水準 接下來來到第73分鐘 看看波圖這次的進攻 來到我們的禁區 給了這個馬天尼斯 不是踢過恆大的馬天尼斯 給了這個比比 也不是我們熟悉的比比 拿著波圖傳出來 又出現了心 繼續波羅進攻 比比給到了這個馬天尼斯 這下高路斯達文搶不到 那就漏了人 看看這個波圖慢鏡 今天哥斯達的話 確實是沒有甚麼做的 這個球 被人通了一個坑渠 這個賽季守法的位置 被天達神搶走了 雖然哥斯達很配合 自己過身 但是肯定有不滿 接下來 波圖還有進攻的鏡頭 過球斬在中間 阿仙奴救將 保利斯達的頭鎚是偏出的 你都看到波圖 是壓迫得很厲害的 這個波圖我們是破了這個壁搶 這個布斯 我就打算 蓋在中間 好像洛斌一樣 誰知道 進來中間的時候 波圖的防線馬上蓋上來了 哇大件事了 失誤之後 馬上被人打個反擊 馬天尼斯來到禁區 看著他給中間的路線 但是最後還是錄不住 因為後點還有沙治奧奧利維拉 這個反擊的速度也夠快 再看這個波圖的慢鏡 最後哥斯達文 錄了一條路線 但是錄不到第二條路線 剩下的時間都沒有精彩鏡頭 最後賽季唱了原場的小學星 3比2的比分 拿下3分 這個是最關鍵的 再看這場波的數據 Cross 實在踢得一般 特別是攪拼泰寶強之後 感覺進攻的時候 最明顯的走位 始終都不是太對 全場就有9次射門 就不是波圖給我們太多的威脅 其實就是自己鬆懈 包括最後一個支援就是這樣 這場波起碼叫做完成任務 在蓮加特8.4分 這場波是全場最佳 一個波一個助攻 蓮加特真的盡了力 明明他現在已經在教練組工作了 還要下場赤球 真是厲害 接下來了 我就模擬到10月7號 歐羅巴聯賽小組賽的最後一輪 我們會對著巴蘇尼 上一輪我們贏了波圖 但是莫迪那邊是打和的 而且你看到他們有一個正勝球 我們的正勝球是符2的 換言之這個出線的形勢 真的不容樂觀 這場波其實很關鍵的 但是我決定無異 為何這麼關鍵的比賽都無異 看看這個賽程表就知道了 大家數一下我們在聯賽多少年勝 從贏了曼城之後 然後贏修咸頓 然後贏韋斯咸 白禮頓 搬尼 列斯聯 然後贏阿士東維拉 這裡是多少年勝 是七年勝 在聯賽真是勢不可擋 既然聯賽那麼必 我不介紹了歐羅巴聯賽 這樣我們可以更加專注地踢好聯賽 所以這場波的話 我決定快速模擬就OK了 但是我會上這個全主力 就看看快速模擬的結果是怎樣 應該說是模擬比賽 是快速模擬,不好意思 所以的話 最後的比分是1比0 洛迪高的入球 但是這樣不代表我們可以先出線 還要看莫迪那邊 如果莫迪贏不到球的話 看不到吧 看看怎樣 揭曉的時候到了 現在我們在聯賽是排名第一的 聯賽真是好比賽 歐羅巴聯賽各位觀眾 莫迪是輸了球的 看看最後一輪波圖 波圖4比0 大炒莫迪 感謝波圖 這樣的話我們還是可以出線 遲些會對著歐冠其中一個小組第三 真是多謝波圖 聯賽還沒輸過波圖 16輪都還沒輸過波圖 領先利物浦 最近的狀態 認真不錯 也看到有不少球員 他的總評是上升了 包括救人貝治 列卡套帕尼娜等等 等等的球員 包括傾加華都在發展 另外再說一個好消息給大家聽 各位觀眾 歐羅巴聯賽 這個32強 可以當他是32強 我們的對手是年輕人 不是太難 好籤 完全是沒問題 人逢 喜事精神爽 聯賽踢得不錯 歐羅巴聯賽還可以繼續精戰 這場對曼聯的比賽 我們入場踢 來到奧脫福球場 今晚下雨 悶著是迫福特 原來曼聯是簽了他 後方才還有原班人馬 兩個喉妖又玩東西 巴列組搭檔新組 喉妖這個位置 阿蘇永遠都是搞新花神 但你不要說 我記得入場沒贏過曼聯 一開始馬上來看看 曼聯這次的進攻 迪利斯給了巴列組 給了巴列組 給了巴列組 給了山齊士 新引換來的 加連活得 巴列組給了山齊士 這幾十多塊 山齊士來到禁區 然後給了中間 巴列組 巴列組 阿蘇說 我排這個陣容 你們經常都說我排得不對 我贏到球就可以了 不要喎喎了 這個球加連馬道 殺不住 就給了他存在中間的空間 巴列組 厲害 這些就是效率 重新開球 我們馬上組織一次進攻 卡馬雲家 直撕給了了 King Jawa 左腳的射門 炸虎 確實是越早位 這個球要讚華拉尼 他跟著King Jawa 跟得很貼 跟著 迪鵬特這邊 開了這個定位球 我們又拿著球 救援杯子 看到洛迪高 給了洛迪高 傳到中間 然後給了King Jawa 這次的話 裁判沒有入旗 原來剛才那一腳 是試一下 腳這樣 下一腳就有了 但是這個球 其實我都覺得有些 越位嫌疑 是有些越位嫌疑 這個角度看得不太清楚 當然裁判沒有舉旗 其實這個球迫福特 有點猶豫 可能他都掛著 投訴King Jawa 越位 但是最後真的沒有越位 那就剛速斑平了 好 接著幾分鐘後 又看看曼聯這邊的進攻 這場球不錯 多精彩 給了了 拉出福特 幾個人包著他 不要給他全球的路線 最後四個人包著他 拿著球 但是還沒搞得出去 又被曼聯搶回 最後給了 又被曼聯飛蘭迪斯 哇 曼聯這個逼搶快到離譜 帕利堅尼拿球之後 我已經按了叫他全球 都還沒抬高腳 拉出福特 又突然搶回那個球 接下來這幾個全球 又是 鬼這麼快 我根本都沒有反應到 給了了 本來飛蘭迪斯 這個球也是沒得救 哇 天達神面對舊主 這麼快就失了兩個球 好了 幾分鐘後 我們的進攻來到前場 羅迪高給了救人杯子 給了佩利堅尼 打算給了帕利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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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麥加亞這次的下腳 是幾快 然後曼聯這邊 有一次反擊的機會 加連活特直失 給了了拉舒福特 布魯斯達文的速度是不慢的 跟得上 拉舒福特選擇了全中 給了了三隻手 左腳第一時間 零空抽射 HOLY SHIT 世界波 無語 這個上半場前三十分鐘 打到我真是無語 山齊士 左腳零空抽射 致敬斯丹 斯丹 斯丹的頭髮就 算了 不說了 但是山齊士 就反過來 大揪把頭髮 上半場的話 確實要稱讚萬倫這條的防線 我們有不少射門的機會 都是被他們的防守球員擋出的 這個球是帕利堅尼的射門 被華拉尼擋到 跟著諾迪高 拿回那個球 給了了 傑加華 他的射門還是過不了華拉尼 跟著加雲貝子的射門 都還是被華拉尼擋到 然後傑加華的射門 散中了麥加雅 確實是防得不錯 跟著諾迪高的軟石 過不了迫福特 蘇華 我也有做功課 看著旁邊 曼城長長都被傑加華 最低消費都入三個球以上 他都會說拿本保仔多低 好 跟著下半場比賽就開始了 這邊我們有一次反擊的機會 諾迪高大波 看著傑加華 這個走位不錯 給了傑加華 來到禁區 再調整一下之後的射門 嘩 今天迫福特上了身 這個球是有些腳外背的弧線 沒錯 這樣都還撲到? 麻煩了 接迫利一個球 開過短的 給了安蘇法迪 給了中間的諾迪高 高路斯達萬 薩卡尼亞 傑加華 佩利堅尼 扒迪高 扒迪高 給了傑加華 傑加華 這麼近的射門 都還沒有 傑加華已經躺在地上了 好 接著來到第六十二分鐘 曼聯在哪裏 進攻山齊時的大波 這球在隔離馬道 抹得不錯 不介意給了高路斯達文 沙卡尼亞 加雲杯子 反擊的機會 還有安蘇法迪 當然曼聯這邊參與防守 球員都比較多 比了傑加華 拿球之後 調整到多順 禁區外的軟射 調整這個球 如果迫福特還撲到的話 我直接退出比賽契就 氣拳輸0比3契就 看回這個球 帶到很順 沒有人上來貼他 上半場 一直都貼著傑加華 這個球沒有貼他 這個角度 看到了 哇 滿柱和滿尾交界 沒得撲 兩個迫福特都沒得撲 追回一個球之後 氣勢旺盛 我們馬上又有進攻的機會 我換上了連加特 面對舊主的連加特 給了魄力堅尼 看著傑加華 走位 給了傑加華 這個位置吃虎位 都還是過不了迫福特 他今天真的上了身 接著來的話 還是我們按著萬聯來攻 幾下的射門 都是被萬聯的防守球員擋到 他們今天的防線踢得不錯 下半場 其實真的我們按著來組 這個球 不過傑加華 拿得不漂亮 最後的話 散中了麥加亞 但出來的話 還是我們控制著球拳 下半場真的按著萬聯來組 但是射門很多 都是散中了萬聯的防守球員 其實自己都有點急 因為迫福特 今天的表現都真的太好了 就真的怎樣都攻不進去 然後萬聯的進攻 比了格連活特 老實說 這下我切換防守都算快 這樣都給他一個射門的機會 這次牽達神就沒有支持了 接著萬聯還有進攻的機會 拉斯福特 給了中間的輝特 拉了一下之後 給了班奴 費蘭迪斯 這腳波力水不太夠 接著還是萬聯的進攻 給了新組 來到禁區 我想按門將出擊 最後按得慢了 也都漏了人 班奴 費蘭迪斯 上演武士氣法 4比2的比分 幫助萬聯鎖定勝局 嘩!阿嫂! 很興奮 走出來 唉 怎麼說呢 踢萬聯 我們每一場球都踢得很瀟灑的 但是踢萬聯 我印象中 真的沒贏過 已經是第三個賽季了 重新開球之後 剩下的時間就無多了 不足以是斑平這個比分 但是我們又繼續進攻 Prygine給了Blox 帶來中間 這腳護線很漂亮 但是散中條眉 今天的話 一個是迫復斗神勇 一個自己運氣差了些 另外防守都不算好 最後裁判槍了完場的哨星 16輪的英超不敗 就此結束 第17輪是輸了給萬聯的 同樣是萬次斯特 但是King Jawa 踢萬聯的話 不是那麼容易 當然King Jawa 都進了兩個球 好了 最後再看這場球的數據 非常之恐怖的射門次數比 18比6 但是我要說句真話 我們有很多次射門都是比較急 其實射中了萬聯的防守隊員 所以中籠的次數不是那麼多 電腦是這樣 特別是終極電腦 射門的轉化率是很高 6次射門全部中籠 最後是4個入球 其實我就想看 壁鋒特的破舊數據 萬聯簽了他應該比較划算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有留意到他 他好像是合同12個月內到期 所以萬聯這邊簽他應該會便宜些 壁鋒特 他今天被射中目標7次 然後又說成功破舊5次 你看看那5個綠色的手套 基本上都是死角 特別是左邊這邊 有3次射門都被他擋出 這場球底輸 布奴蘭迪斯是沒有此起發的 這場球之後 我們依然是領跑積分榜 但是12月的賽程 還有利物浦 還有車路士 所以接下來的發展會是怎樣 我們下一集再講 OK 今集的視頻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